继去年11月精彩的校使演讲 揭开清华建校经费来源 以及历史人物点滴之后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再次邀请前校长陈丽俊院士 以清华在新竹建校过程为主题 话说从头 带领观众进入时光隧道 也从新竹清华建校历史 窥见台湾的历史进程 原来清华大学著名的梅园 本来可能是桃园 园中诸多梅数 也有蒋经国先生的贡献 梅园曾经是桃园 根据我们同仁的回忆 他说那边种桃子 因为他们认为 梅小长桃李满天下被种了桃子 但是根据朱树公教授的回忆 他是公务处理论大概比较准 他那边有一个人在北京清华种树 他三毛号他梅树桃树他搞不清楚 一直到长出桃子来以后 没发现原来不是 这让如果对花有兴趣 梅花桃花是不容易分辨的 明年清华大学在台建校将要借满一夹子 许多年来校内师生间流传着许多故事 例如说 当年清华在北京创校时所住的大印 每一期校长随身带到台湾来 这个大印我是听了很多年 非常多年 说我们校长带回新竹清华 所以北京清华那个已经不是正统 是正统 另外一个就是甄子赔款 还是不是存在 怎么样在运用 那么所以事实上 我在就任的时候 我从陈文春校长手段来过大印的时候 我很想打开看 我当时人太多 所以我下午的时候 我就跟我那个秘书 这个房秀基 我就讲说 你去任书市把这个大印拿来看看 结果他就去找 结果没有找 找不到 因为那个大印不是梅校长带来的 梅校长没有带来 梅校长很充满 梅校长他因为是北京清华是在北京的西北角 西北角 然后呢他已经进城到城里面 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 到城里面 然后北京清华就被共产党分级了 许多校外人士以为梅园是梅棋校长的衣冠种 但其实梅棋校长的的确确站在梅园当中 不过梅校长的目的所在又是如何确认下来呢 那梅校长当然 逝世以后呢 在学校里面决定了 我决定要把他站在学校里面 为什么会站在那里 为什么会站在那里 这个 有一个是当初这个地方是校长宿舍预定地 梅校长选的要建校长宿舍预定 所以算是一个梁棋 所以在那里 另外当初选校地的时候 也有找风水师 所以可以记录了 风水师 这个地方是个风水极佳的宝地 国立清华大学在新竹建校的历史 去世说也说不完 其中有不少成为校内师生 甚至是新竹当地民间的传说 陈立军院士表示 清华本身就是一本精彩的大书 由许许多多人共同撰写而成 也可从清华历史当中 探索出民国台湾的历史发展脉络 秘书处采访报导 张明哲教导 还得是